童话故事 鲜花公主 从前一位小公主 头上总是带着一个用鲜花编成的花环 所以人家都叫做鲜花公主 有一天 鲜花公主在花园里面玩 忽然之间 天上就下着大雨 而地上就刺起了一传传的水泡泡 公主突然之间就想起 想用这个水泡造成一个手足 戴在手上 于是小公主就跟国王说 他想要一个水泡泡造成的手环 国王于是就 全令全国最擅长的公爵 来为小公主做了水泡泡的手环 可时公爵怎么都失败 在这个时候 一个很有刺猬的长者就对国王说 他可以做水泡泡的手环 另外他需要三斤的银针和三条的金线 当有一天下月的时候 这位长者就叫小公主 将地上的水泡泡濕起来 可时小公主一捉到水泡泡 水泡泡就啪的声消失了 于是 仙花公主见到国王 他就将刚才的情形对国王说了一遍 并且 他还说自己 以后都不会想要水泡泡做的手环 就这样 因为有智慧的长者就成为了小公主的老师 从此以后 小公主就变得越来越通前达利 越来越善解人意 其他人都会越来越爱她 乖